小林会长 陈毅 陈毅邀请我们出席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首届机构 养老国际对谈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 来自世界各方的朋友们 相聚在一起 在此 我代表亚洲各国健康文化产业协会 想在座尊敬的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问好 大家下午好 还有 接着你们的讲声 一起感谢主办单位 为我们轻易发建一个 互动交流 共创相机 参赢食物的平台 再要接着你们的掌声 感谢各位 你们每一位自己 勇敢往前看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往前看的一代 关注机构养老国际论坛 大家将准备在超过11万元的养老市场服务里面 投入你们的服务 有着冲到这个方向来 目的都是共三散绝 共唱辉煌 令坛大会将会获得更完满的成功 因为有大家的付出 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掌声自己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我收到会长给我的是 爱 老年人服务 质量和灵魂 当我知道要演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面 讲出的是另外一道题 就是爱 从心开始 所以我这两个标题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在今天上午的主论坛里面的议题 机构养老 国际化 追思与战略融合 我在所有的演讲嘉宾 领导专家们的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三个多小时里面 我们 因为我们在海外了 就是对国内的市场的 是听到了 但是我们没有踏入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 今天给到我们很多准确的数据和现况 市场的信息 给我们更加对祖国老年行业里面的了解 老年化 养老事业正在迅速的发展 现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老年化都非常的厉害 还有中国有那个独身质疑的问题 也都立即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就是老年人 就是老年人 一个家庭 可能有四个老年家 这只有一两个年轻的人 来照顾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所以说呢 也带送了给我们社会的一个责任和重任 但是更加的是在座各位 大家又看到了一个相机的到来 老年人 特别是男性 他们非常害怕孤独 为什么 可能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女性嘛 他们就是为孩子怀孕 这十个月 他们的顽强 坚强 确实 这方面比男性 他们个股的能力强一点 当老年人 男性嘛 他们也是为了家庭 就是勇敢直前的去奋斗 为家做出责任 贡献 负责任 但是很多老伴 都给 亏给 让他们走快一点 所以男性 留下来的机会 也就多了一点 在欧美的市场啊 一早就看到这样一个 老年化的问题 所以很早 他们已经就把 这个优劣 早就在完善上 完善的管理 已经帮助老人家安居 让他们在像家庭一样里面各着共同的红年人的生活 而且是非常的开心 一般 让65岁以上的老人呢 他们都能够得到政府 给他们安居的就是老人的那个住属 就好像今天荷兰介绍的荷兰那个嘉宾 他介绍 他介绍荷兰是怎么样羊毛的 怎么设计的对老人 没有后顾之力 让他们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在好像家庭一样的环境下 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也都为这个设置了很多很多的计划 而且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在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今天大家都有福气 因为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首届的分馈 羊毛分馈里面得到这个信息 而且也都参与了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是相机无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共同开发 拖展空巢老人 高临老人 少子化的关爱市场 把乐观的 现在还仍然在高临峰里面 打球的一群 把忧愁的 在家里老是守卑 打不开 也有要一些 荣热受卑的老年人 让他们在不同的区域里 走在一起 为他们创造 多元化发展的服务 为他们 尽心的服务 让他们得到关爱 另外这一群人 他们是特别需要爱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那个荷兰 那个女士 她的介绍非常的好 荷兰确实是一个 做得很好的 一个样法 还有美国 欧洲 因为我们经常都去参与 了解 或者是共事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关爱事业 所以也都得到很多 不同的平台的参观 理解 分享 还有我们也把它带回香港去 现在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叫做亚洲乐国协会 什么叫做乐国 大家都看到了 乐国呢 是通过那个 路克斯是一种追求健康 与地球永续发展的 新生活形态的理念 我们是要明天都要乐国 乐国人生 比才年轻 乐国的概念 就是要通过环保 有机种植 治安疗法等各方面进行消费和艺术 衣食住行的实践 确保个人 以地球 新生营的健康 我们协会都有的意思 大家看得到吗 树叶 加一个人 也就是说 因为这种大自然的关系 与我们人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协会的宗旨就是 资历推广可持续性发展的 健康生活模式 引领人类 走向环保 有机种植 治安疗法 教育和保护生态环境 地球 永世自然发展的方向 保持新生活 消费形态的理念 达致人类新生灵的健康 社会温新生灵的健康 我想问大家 这么好的理念 你们拥有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